你好 欢迎收看2月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个语会 第二届花莲县百大伴首领名单出炉 包括了食品类组和非食品类组有100件获奖 县长徐正位亲自颁奖 他表示 县政府除了会公布百大名单 也会全力来协助行销推广 让国内外消费者的乐意来选购花莲优质的商品 第二届花莲县百大伴首领名单出炉 包括了食品类组和非食品类组金纸奖 优等奖有100件 县长徐正位亲自颁奖 他也表示 县政府除了公布百大名单 也会全力协助行销推广 让国内外消费者都乐意选购花莲优质的商品 我们也要将花莲的百大伴首领介绍给全国的好朋友 相信在4年前花莲县正办了一次百大 到4年后再办百大 有相当多的店家 以及我们相当多另外开发出的新产品 用地产然后把它转化优化 让它再加值 这就是花莲的生命力和花莲的能量 所以在这里 正位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店家 能够利用在地的食材 而让自己的定家能够让我们净零碳排 能够让碳足迹减到最少 这就是一个往未来世界方向 未来的产业方向来走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精品的店都在这里 正位谢谢大家的用心 以及为地方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的百大 我们也会在今年来始动 到各县市去介绍推广行销我们的百大 除了颁奖典礼 2月3号到2月4号下午5点到9点 县政府也在日出大道举办 伴手礼快山展授会 各家得奖业者涉摊展授 民众在现场单比消费350元 就可以获得花莲理好勘运轮盘 转轮盘一次 更有机会可以得到各项好礼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星期六日晚间可以到日出大道逛一逛 介组会欢迎市报道